剪進去 剪進去 不好意思啦 要跟我PK的人抽筋啦 我這樣真的不知道 本集是由Crazy Hammer 最潮流的棒球棒 瘋狂垂子贊助播出 野球TV SK 夏優哥聽到幹嘛 我也不知道 聽不到很多 沒有啦 今天有一個從台南上來的朋友 台南喔 對他跟我們一起練球 然後他也拿了一支瘋狂錘子 說想要挑戰堂哥 挑戰下戰鐵的意思嗎 對啊 太囂張了吧 可是我今天很像沒看到堂哥 堂哥是不是沒來 臨陣脫逃 他只是一張嘴在那邊 你怎麼這樣說神敗勒 反正他人不在這邊 好啦我們先介紹那個朋友 他在旁邊站很久了 欸聯軍 這個神敗場的麵手 是不是真的來見過麵 千秋國小 那一集 你們自己回去看那一集 在這邊 他就是上次野球TV到千秋國小去送衣服 乾爹送衣服 然後他那一場有幫郭宏敦補 然後又做我們的安排這樣 聽說 聽說 那你今天到底來幹嘛 聽說堂哥很秋啊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支 這個人比我還嗆 可以 來要PK他 但是他人呢 不知道欸 哪個人呢 不然我們一起喊堂哥看能不能召喚出來 好 一二三 堂哥 阿堂勒 好 一段時間後 唉唷 默默的咧 唉唷 聯軍啦 唉唷 自己的啦 自己的 自己的還要PK我喔 這樣這樣好 重點不是你們兩個 重點是球棒 對啊 他也購入了一支 就是 蜂木的 對 CHBA33 沒錯 加拿大硬蜂木 他為什麼會購入 他說他看完打完以後 他就私訊我 那一支OK嘛 我剛才說不OK啦 你不要拿 他說不行 那這樣子他就要買了 因為你說不OK 挺OK的啊 對啊 今天拿的這一支啊 是CHBW43 白華木 不是蜂木 那他這一支就是 他屬於棒頭很長 整個甜蜜點都很長 幾乎已經 兩顆球再多一點點了 對 而且他的重量非常輕 他只有740幾克而已 太鹹了 你怕了一下喔 今天740幾克 這個錄估報帶超多 國中生吧 對 我就是國中生 怎麼樣 多幾歲都當神敗的人了 對啊 我不要用蜂木跟你PK啦 我用白華木 好不好 我們打完的時候 那馬溝這邊 他幫我們看出速 還有遠的距離 待會讓他來講 就是說 這支棒子打起來怎麼樣 那這一支又怎麼樣 就是做一個 分析分析 分析 分析比較這樣 因為這個是蜂木嘛 這個是白華木 對 那我們待會就 一人10顆 我們就PK嘛 對不對 那我吃遍你了啊 對有可能 你今天很客氣 我今天很客氣 人家從台南來 我總不能把人家後來就來了 你怎麼來的 好像你在來的 待會不要載他回去 對 那我待會就用這一支 我還沒有 全心都還沒打過 OK 我待會就直接PK 就是不同的棒形 然後不同的材質 對 然後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對嘛 不同的長相 而且還不同的父母親 多了 好關鍵的證據喔 太detail了 不想聽了 好啦那我們待會就PK 然後我們也讓你們聽聽看 就是這兩隻球棒的聲音 對因為不同的木頭聲音 對聲音不一樣 對或者這個可能比較響 欸這個可能它又響 又那個扎實性又短 你懂嗎 這個可能是PK PK 好OK 對話頭說Leggo 好那先打是不是 對我先打 有沒有信心 沒有 太亮 加油 好 這個有噴喔 這個有噴喔 喔這個有這個有 蜂木的出去真的比較快 蜂木擠到球的速度真的比較快很多 這樣 這個有 有 有 這個喘其聲越來越大聲了 對阿 加油 撐下去阿 撐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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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阿 要跟我PK的人 抽金阿 對阿我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對他下手 來來看看他看看他 撐哥有你的 沒有那麼簡單喔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嘛 看影片然後就覺得 不怎麼樣嘛 要來PK嘛 你看 我錯了 我只能說 這個天氣幫了我 台北比較冷對不對 超冷 對阿 這裡不是台南嘛 搞不清楚狀況 好啦 撐哥 剛剛挑戰者抽金的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祝他早日康復 那你會手下留情嗎 會 會 沒有啦我們今天還是 我還是一樣全力打 然後看看這隻白滑木 主要是要看棒子的比較 對 OK那 你有熱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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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加油 今天很冷耶 現在幾度吧 14 14度耶 哇14度捏 唉唷 完了完了 你呢 中拼 這天氣冷打起來真的不太好 放不開 放不開 滑木的真的是比較黏 唐哥還有時間可以加壓 有囉 還是沒有 拍一拍拍 這球可能害羞吧 太冷了 上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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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命 過囉 過囉 哎唷 哎唷 你看驕傲了 驕傲了 果然是左打的天堂 喔有囉 有囉 哎唷上看台耶 一樣又有囉 一樣又有囉 他要注意安全喔 你是說車子安全是不是 沒有 剛剛有個先例啊 哎唷 有了啦 哎唷 閃過 哎唷 這麼會算喔 有帶錢嗎 兩支球棒的聲音不一樣 兩支球棒的聲音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細平 你細平 好猛喔 躺躺 馬上了 過了啦 好讓我們歡迎下一位挑戰者 小偉哥 哎你怎麼也有 沒有因為剛剛台南人 那差 所以你要幫他報仇 對我幫他補一下補一下 喔 像是挽回一點小顏面 對對對 那你也會抽筋嗎 不好說欸 OK好 加油 小偉哥也是選擇拿 來自台南的硬豐木 鐵的心要復仇 我發現喔 他可能拿錢得會比較習慣 有錢人的生活 就這種浮屍無華嗎 天氣冷還是有差啦 有有有 天氣冷真的有差 球跟你都害羞了 都是平射泡喔 都是平的 拉不開喔 這不是怕抽筋喔 不要笑不要笑 會受傷 這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看我這都是非常高的 我都比較少塗射泡 我都直接射在人家的 網子上 還有看台 嚇我一跳 好了比賽結束 什麼東西啦 這不是挑戰 當然算成功嗎 我覺得不算啦 因為途中的時候他就受傷 你勝出不武吧 對啊 那他有請代打啊 代打 我覺得 台北現在天氣冷 那你沒有足夠熱身的話 第一個很容易受傷 那第二個就是你打球會放不開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天氣真的有關係 因為只有十 四 十四度 那真的其實蠻冷的 蠻冷的 其實在球場然後又恐慌 再加上來挑戰者 眼熱的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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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到台北真的不習慣 人家另溜喔 所以你有地圖優勢 Hello I know It's me 真的 真的 他已經 他已經痛到那個腰 挺不死了耶 那你還好嗎 我還好 要記得呼吸耶 再打一段嗎 再打一段我OK啊 先回家 保重保重保重 好啦那今天我們用那個 白紅木跟蜂木兩隻下去打 那我先講我這隻的手感 他很輕 再用那個抱球方面啊 打起來可能覺得沒有到那麼的舒服 那我覺得可能是投手在PK的時候 或者是真的餵球的時候 打出來的效果可能會更好 一定不一樣啦 因為他在餵球 用小鬼教練在拋球的時候 其實他打起來 他聲音沒有那麼漂亮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投手打過來的球 其實我剛剛在旁邊試打網的時候 其實聲音是蠻大的 對蠻響的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可以再測一次 可能斜對面的那個新的球場 那看看那邊有沒有投手網 你用這樣子打 我覺得可能會更好一點 對 因為我們都用抱的啦 他是軟力啊 所以他沒辦法去借力 對沒有問題靠打者的力 沒有那個衝擊的速度 對沒有 那今天打起來我覺得 目前是還OK 對 是還可以 那聯軍這一隻 我覺得這隻的甜蜜點 可能比你這一隻相比起來 少一點 對比較少沒有錯 而且天氣很 抓不太到球點啦 抓不太到球點 對啊 所以打不遠 應該受傷了啦 我一直想用力啦 太用力了 因為W43這一隻 他的棒型 本來就是甜蜜點非常長 他幾乎有兩顆 可能兩顆還不止 不止兩顆喔 兩顆很大 對而且你看他又是 這個面很廣 對那再加上屬於縱頭 所以他在帶的時候 當然飛行距離比較有優勢 而且你自己看他密度超密的 對他這隻球棒的密度很密 好慌慌 那個有密集恐懼症可能會怕耶 喔真的喔 會溫厥 怕了吧 我怕了 怕到抽筋了 那當然今天就是 我們做瘋狂錘子 這兩隻球棒的實測啦 對那就是讓大家再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 對這個棒子 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試打的話 那你也可以 每個禮拜五晚上 到我們野球TV的球場 對那我們禮拜五晚上 固定會有練球 你可以來 你可以先私訊粉專 你跟我們講說你想要來看看球棒 那我就會把球棒帶來給你們試打 對阿 因為其實蜂木跟白黃木的感覺有差 不一樣 很看打者啦 對 那我覺得就是 多試 那就歡迎你來跟我們一起練球 OKOK 那每個禮拜五晚上 記得私訊喔 不然來了沒棒子打 不要說我們都沒有帶 對啊 你不私訊那我就不帶阿 對啊 不然跑來 欸怎麼沒有球棒 對啊 我一定要帶阿 不要我們搶 不要我們搶 對不起對不起 衝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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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搶了是不是 太搶了還搶了 你當我們的話會通靈喔 都知道你們會來 沒事沒事 那我不是阿 一個脾氣皮跟他 沒有啦就 歡迎你來跟我們練球 我們也很樂意把球棒借你們用 真的是分享 打了才知道自己適合 哪種棒子阿 重點就是 你不要怕打斷 你就盡量打 當然就是試了才知道 對 買球棒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要試阿 那就歡迎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拜託啦 留言 鞠躬啦 謝謝 小鈴鐺齊圍喔 對小鈴鐺一定要按喔 今天就這樣啦 你球踢 不要再PK啦 抽筋為什麼慢一趴 為什麼這樣慢一趴勒 他真的 這樣不行 好慘喔 所以這個不是節目效果 這真的不是節目效果喔 真的很痛喔 真的抽筋啦 我跟你們講 現在台北14度 他要回淡水 更冷 哈哈哈哈哈哈 髒口可以直接冰敷了 他直接用水就好啦 他直接用水就好啦 看那邊 再用水bus 小鈴鐺 齊圈